今晚時31時有我麥家偉 還有我陳淑儀 政府今早將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的5600隻家禽全部殺死 原因是早前在屯門一個街市雞檔的禽料分辨樣本入面 驗出帶有H7N9病毒 不過引發全港禁售活雞的樣本 抽取了超過半個月 病雞很可能已經逃宰食用 抽取樣本再到檢驗要兩個多星期 等到結果來,禽流感隨時在社區爆發 食環署行償監測機制是否需要檢討 就算檢討了,最重要是肯改善 若不像水務處處長在沿水事件被揭發時一意孤行 不厭頭淡水,拒絕合情合理的建議 最終受害的只會是市民 最無奈的就是,如果市民受害了有病 去到公立醫院求診,還要排長龍 不得像個別議員一樣 以此有特權打尖,以至有特別服務 講到尾,公眾人物也好,國際品牌也好 是否都很應該,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 而應該多些考慮原則和公義呢 請問一下 你們 谢谢大家